关于安东尼的下一站几乎没有太多悬念,逐渐越来越多人讨论的核心不再是火箭能不能得到安东尼,而是这位昔日巨星能否完美融入火箭。 今天美国媒体Crunch Points闪出了一项数据,他们试图告诉球迷,叫安东尼过去辉煌的履历,关于他是否值得入选名人堂的诀意是非常愚蠢的。 NBA篮球评论员Tony Beer列出了安东尼的数据荣誉,在他看来,安东尼配得上超级巨星的名号, 迄今为绝,安东尼六次入选最佳阵容,十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也曾经拿到过德分王和NCAA的冠军。 此外,安东尼在国际赛场中,神导杀神佛导杀佛的神奇表演,更是令人难以忘怀,而另一项数据更加直观的证明了安东尼的历史地位。 整个联盟历史上,一共只有五名超级巨星,做到过连续十四个赛季场,均砍下二十家的得分,而安东尼就网上有名。 其中,贾巴尔、乔丹和奥尼尔已经退役,现一球员中只有詹姆斯一人羽之匹敌,这也在一次把两位零三一代的天之交子放到了同一个维度下比较。 作为对比,路维斯基曾经连续十二个赛季,拿得过场均二十家,维德只有零十九个赛季完成这一荣誉。 而现一联盟中,杜兰特可能是最可能赶超,实现这一壮举的超级巨星,自登陆联盟以来,杜兰特已经连续十一个赛场砍下了二十家,而且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,杜兰特的巅峰还将持续很多年, 未来几年联盟将会成为詹姆斯和杜兰特伤性闪耀的二人转表演。 值得一提的是,库里是属于成长缓慢的球员,他的前三个赛季场均得分都没有突破二十分,虽然未来库里有可能追及这一荣誉,但由于他的效力粘贴,伤病历史等原因,恐怕很难成为与詹姆斯·安东尼比肩的巨星。 作词 en文字幕采访者 杜兰特分析